新鲜湿木鱼 政治弃作 因为这条鱼怎么游都游不进中国市场 他就是要表示 他愿意帮助我们的农民南部的 其实这是统战 就是讨好这些南部农民 就你来做湿木鱼 我一年给你订多少这样子 到过了一阵子 他随时他觉得可以停的就停 中国出前台湾弃作这样的模式 一开始被视为是中国主动释出的让利礼物 看看数据 2010年施木鱼出口中国量只有16吨 2011年开始弃作后 出口量迅速攀高到913吨 一路到2014年1548吨 不过最后中国却疑似以低价回卖台湾 冲击国内市场 后来历经九合一大雪 台南雪甲的蓝银支持率 其实并没有增加 双方又价格瞧不拢 中国就片面终止合作 也被批评这是惯用养套杀手法 因为施木鱼之论不止一次 龙板石斑放进油锅里接 肉质软嫩口感超级好 其实这养殖技术是农委会水产试验所 在1997年研发完成 耗时超过10年 只不过这项技术 后来却被中国雪走 当我们的业者在那边有故宫 一些技术就慢慢的 大家就周知了 他们整个养殖的速度 跟养殖的量就会很大 主要关键同样也是马政府时期 鼓励龙胆石斑外销对岸 不少业者也纷纷吸进中国 导致养殖技术外流 中国当地龙胆石斑产量大增 到了2012年甚至反过来回销台湾 得到技术后 中国几乎不再买台湾石斑 受害者协会理事长也证实 确实收到不少台湾陈旗 一两年之后 他觉得你所学已经 他们知道了吗 没有利用价值 总会找理由去把你指挥 你懂的技术他不知道 那么各种方法 你这个技术就泄露了 或者他就强取好多了 都一样的 到最后你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这是一套两套杀 中国贯用手法出高价 挖走台湾人才 夺走技术后再反扑称霸 杀的农渔民措手不及 中国大陆要偷台湾的技术 农业单只是其中之一 到了这个阶段其实都 都看的可能都不是单纯的 所谓的技术被移转 比较要关注的是在产销 产销的这个供应 从虱目鱼到石斑鱼到水果 纷纷被禁止销到中国 如何帮台湾浓于民 把危机变转机 另找出路恐怕才是重要课题 我们下期见